大家好,欢迎收看昌林画国画 今天画的这棵树非常有代表性 这是介子园画谱里的一棵树 这棵树近现代的很多名家都反复的临摹过 这棵树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它非常适合初学者来练习,来进步 我们画树是从树枝还是从树干 还是从这个树根开始画起 这个无所谓 这个取决于你一开始的这个笔墨 你像这样的树啊 上面这些树枝比较重 那你一开始可以先画上面的树枝 但我说的树枝不是指树枝的小尖 是指一些主干的树枝 最淡的最小的那些树枝啊 或者是树叶啊 我们的后期等笔墨淡了之后再来画 大家注意看啊 我没有沾墨啊 我们画国画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不要轻易沾墨 这样 速度又快 笔墨变化又大 而且过度比较自然 画一笔就沾一下墨 画一笔就沾一下墨 要么就是你笔 指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的这个技法有问题 尽量 一笔使音往里画 画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一直没有沾墨 笔上的墨其实已经变淡了 这时候我得开始 画这些比较淡一点的树枝 反复添加 初学者 尽量 使劲往里画 宁可画过了 画多了 也不能画少 等后期基础倒楼了 水平高了 就尽量的概括取舍 这些规则尽量要遵循 你遵行的规则越严密 你的进步就越快 很多学过画的朋友 经常有这种感觉 就是想这么画 但是画不出来 这很正常 就跟我们学钢琴一样 你想着这样按这个琴键 但老是别不过来 这很正常 这是一门技术 手艺 熟能生巧 一开始不好 很正常 当然不排除 有些人天赋异禀 一上手就非常好 这说明 您在这方面有天赋 但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 还得轻能捕捉 我准备完成一张作品 这是第一期 我连着慢一点画 画得细一点 我会连续上传 下一期 我们下期见 这下期见 tales 他 我 刚 搞 decision 为 估讯